香港國泰航空 曾是人人想進的夢幻公司 但現在恐怕光環不在 在國泰航空服務七年 Emily現在對未來充滿恐懼 就怕三個星期的無星假 變成永恆 國泰航空在全球減少 百分之三十營運量 來往中國的營運量 曾大減九成 全球航空業 損失上看70億美元 比SARS期間還要嚴重 國泰航空的總部 香港現在也沒人想去 香港市區許多店家大門深鎖 以往大排長王的米其尼餐廳 現在門口多雀 2019年第三季開始 香港GTT十年來首度衰退 尤其是反送中之後 生意就一蹶不振 現在加上武漢肺炎影響 各行各業雪上加霜 全港恐怕有七千家店 生存不下去 雙重打擊之下 香港市民能做的似乎只有祈禱 期盼這一場經濟風暴 早日看到盡頭 三菱新聞賴紅報導 新鮮報告 新鮮報告 第二季回答